那我們時間差不多就 也不是差不多 其實有點晚了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 然後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哲舞的志工宴起這樣 我想要問一下在座的各位 是第一次來哲舞的可以麻煩舉個手 很多太好了請放下 那台中哲舞是在2014年的時候 組成的一個組織 然後這個組織就是由志工們 就是志願組成的這樣 那哲舞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主角其實不是在台上的講者本人而已 重點還有是更多的各位 所以哲舞的傳統就是要自我介紹 然後各位可以用短的時間 然後來介紹自己為什麼要來這場講座 然後你想要大概問一些什麼問題 或是你有各種疑惑都可以說這樣 那我要從哪一邊開始自見 從前面嗎 好那我就從前面開始自見 好那我就從前面開始自見 因為你有想要自我介紹嗎 可以啊 好大家好我的名字是謝長佑 然後我是未到中學 二年級的學生 然後今天為什麼後來這個 想做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可能是有興趣就來了 然後我離小孩子有點遠 但是 沒有不是有點遠就是已經過了幾年了 但是離父母又 又顯得有點距離 嗯所以就想說 來聽聽看 對 好操作就這樣 大家好我是菁姐 我的小孩 老大已經20歲了 那我是想說 在 還是有時候 歸零一下就是 怎麼做父母 所以今天就來聽謝謝 我是呃 我是呂問毅 然後為什麼會想來呢 因為 就在臉書上看到活動 然後就想說來聽一下 謝謝 我是黃玉婷 然後是呂問毅邀我來的 然後因為我在 教會裡面 也常常有 要教小孩 所以我想說 來更認識小孩 謝謝 嗯大家好我是立雪 然後我就是想說 還有沒有做父母的 更多種方法這樣子 大家好我是阿邦 那我是那個 親子共學 中部三五團的家長 然後今天就是想要跟 老婆跟小孩 一起來看看那個 哲學禮拜五 到底在 上些什麼東西 然後可以自己 可以從裡面獲得 什麼東西 謝謝 謝謝 你要學你是誰嗎 你是誰 要媽 那媽媽說 大家好我是畢娟 那 之前其實一直有想要來 哲舞聽聽 可是因為小孩子 自己帶有時候 比較不方便 對 那剛好今天老公有機會 就一起來 然後 也想要多聽聽一些 其他父母 就是在 帶孩子上面的一些經驗 這樣子 然後也許可以刺激 自己有其他的想法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也是親子共學團的家長 然後 我 我來這邊是想說 我們小孩 參加共學已經四年了 然後一直都在玩 想說玩還有怎樣 不同的可能性跟思考 所以想來聽聽看 大家好 我是Catie 那以前在學校就有學過 一點點的遊戲治療的部分 那出社會以後 認識了一些 就是一群同好也有一起去 類似參加桌遊啊 遊戲之類的 發現 其實這種活動 就是遊戲時候的活動 的互動 感覺很好 就是比 普通正常的那種管道去認識的 或者是其他 我不會講就是 就是比較好社交的一個環境 反而遊戲是一個很好帶動氣氛跟 讓大家互相認識還有觀察 互相觀察的一個個性的那個媒介 對 那所以也很想來學一學這些 然後看能不能應用在自己的身上 就是像以前小時候 以前學過幼兒心理學 後來長大後發現 可以用在自己的 內心那個小孩子身上去治療他 對然後讓自己 可以更忠於自我這樣 好謝謝 大家好我是林茵 我有兩個小孩 一個要上小儀 一個兩歲半 那我是衝著芳如來的 沒有啦 就想要再多了解一些 因為我還蠻常帶小孩出去玩的 那玩的話 到底有什麼學習 因為我對這個議題還蠻有 想要了解更深入一點這樣子 所以才來聽聽看 謝謝 我是 今天剛上大學 然後想要就是多接觸一點 不同領域的東西 所以來這邊聽講座 大家好我是竹芸 我的小孩現在兩歲八個月 那想學習一下 想了解一下 玩出學時裡 到底還有多少能力 跟我們可以陪伴他多少的狀況 謝謝 大家好是玉米 然後其實 我今天帶我三個小孩來 然後其實 因為自己帶小孩 帶蠻長一段時間 那會很希望說就是 來聽聽看看說 真的就是透過自己帶 教育的方面 是可以再玩出什麼樣不同的火花 這樣 對 大家好我是威仁 然後 就今天剛好是 跟同學一起來 然後看到這個主題 會有興趣也是 因為最近公司 來做一些跟小朋友有關的產品 這樣子 對 然後希望 就藉此可以來了解一下 對 謝謝 謝謝 大家好我叫 元姐 我是最近才來到中部這裡 討生活的 啊我之前在高雄的時候也 也會去參加高雄的折舞 所以我想說 來台中的時候 一定要來參加這裡的折舞看看 謝謝 對 你好我叫可可 今天可以不用蒙面 就是不要那個嗎 就是 我其實是 滿對那個教育是滿有興趣的 然後也有朋友是做教育這方面的 然後就是 偶爾會跟他聊還是什麼 就覺得他對 他跟小朋友的互動其實滿有趣的 然後他也是就是會分享說 他怎麼跟小朋友互動啊什麼的 就是 好像就覺得 好像越來越有趣這樣 好 謝謝 大家好我叫韓儀 我小朋友大概一歲十個月 那因為從小就不會很會玩 所以看到這個主題想說 可以來多了解一點 然後可能在帶他的過程中 有一些不一樣的思維這樣 大家好我是一生 這個星期間我本身就常常來聽 我對很多的議題都很有興趣 今天現場看起來很老的 有機會各位家長可以 跟小朋友說一些台語 因為台語現在普遍 少年不會普遍不要說台語 連爸爸媽媽都不要說台語 小朋友絕對不要說台語 台語三十年來就當年了 有機會跟小朋友說一些台語 這是很好的教友 給我起來 謝謝 大家好我是長虹 然後 就也是對教育有興趣 然後想說來聽聽看這樣 大家好我叫莉婷 也是共學團三五團的家長 然後目前小孩四歲 其實對我自己本身 現在目前對於幼兒遊戲 幼兒遊戲對於幼兒其實 或者是孩子其實產生的影響 還滿好奇的 所以來這邊 謝謝 大家好我是安琦 我是台中親子共學三五團的助教 那我今天會特別對方如跟這個主題 特別有興趣 是說關於在孩子的玩 我對孩子的玩 會覺得我們過去大家有一個框架 是大人的工作的狀況之下 那孩子是不能來加入跟玩的 看不到孩子的影子 然後也不會有孩子的玩的機會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跟孩子 有更多的銜接這樣子 大家好我叫玉涵 然後這是我的小孩 剛剛很大聲這個 然後我是一個新手媽媽 那因為自己很愛玩 然後也希望說小孩子可以在玩當中 去學習到一些他該學習到的東西 去體驗一下這個環境這樣 嗯 這是我的介紹 你要自我介紹嗎 有 好 周圍 大家好我叫永順 永遠順利 今天是跟老婆一起來上課 然後我有兩個小孩 我覺得我老婆帶孩子還滿厲害的 那孩子也都喜歡看書 也會喜歡參加一些活動 那所以也會想要跟孩子多互動 透過學習 然後來這邊再遇到大家 都是有帶小孩子的族群 能夠互相學習這樣 謝謝 大家好我叫余玲 大兒子叫葉登泉 三歲 那現在女兒叫葉紀雲 九個月 那我是因為方如來的 而且我看到這個主題 我非常的感興趣 然後因為女兒也跟方如的女兒一樣搭 他也是有一個兒子 就覺得喔他好厲害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叫榮佳 然後我是 我現在還是學生 我讀中心的歷史系 然後因為 之前有聽過哲學興趣舞這個活動 今天剛好對這個主題就是 學習這件事情還滿 滿感興趣的 好謝謝 謝謝 我是怡萍 我之前是因為主婦聯盟的關係 認識方如 然後 好像她開始 就是帶小朋友之後 有一陣子 沒有 就是 太常見面 然後今天 也要聽她說育兒的事情 謝謝